警銷人員霍報立刻趕往現場 地點卻是藝人黃子嬌 在台北市中山區的住處 被爆出性騷擾事件後 19號中午12點多 她一連在臉書上 發布三段直播影片 40分鐘後 就傳出受傷消息 但沒有傷及要害 下午1點前 就被送往台北長哥醫院 而妻子藝人孟耿如得知 消息後 全神陪同 指出未來會和黃子嬌一起面對 很遺憾今天早上的事件 那很多狀況我覺得 我也還在努力的釐清和了解當中 那至少我認識嬌之後 我覺得她有非常努力的在做改變 還有很努力的希望給大家一些正面好的能量 那以前的事情 我們還需要更多的時間還有空間 然後謝謝大家關心 因為我們是一家人 所以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都會一起面對 然後一起彌補 可能曾經犯過的錯誤 直播片段黃子嬌身穿黑色背心 神情憔悴黑眼圈非常重 和以往的狀態相差甚遠 那最後我要講我當然是完全對不起我所有身邊的人 我太太都不知道這些事情 可是我太太在我認識她之後 尤其是這九年吧 我絕對是 絕對是改過自信 絕對對得起她 謝謝你帶來今天的表演 這是寶冊 好的 下午1點黃子嬌原定有主持工作 卻是歌手孟靜兒帶打上場 原來這時間她已經被送往醫院 甚至臉書上的直播影片也被人刪除 沒有多久後更把粉專關閉 黃子嬌炮火四射點名吳宗憲不滿對方 金鐘獎公部總有意見 還提到她是欠錢不還的人 欠錢不還的人嘛 那這樣的人品 就算她沒有做一些點點點的事 但難道她不是點點點的人嗎 不甘心只有自己被拖下水 一口氣點名十三個藝人 這一爆料吳宗憲表示 關於欠錢還有感情史 都不是事實準備提告 你怎麼會你講別人來 我給講我就怪怪的 我們都努力在好好做人啊 坦言已經無法將黃子嬌當做老朋友 黃子嬌現風波 狗仔葛思琦透露過去就發現 對方有特殊癖 過去我曾經訪問過黃子嬌 有一個組一個女團 三個小女生告訴我說她 其實是不婚 她的人生上面還是覺得不婚 但是她特別喜歡這些小女生很可愛啊 而其他遭爆料的藝人尚未回應 這場性騷風波 演變玉石聚焚 外界難以想像 TVBS新聞 他們吸毒課藥這件事情 我也一直過不去耶 藝人黃子嬌堪稱核彈級的爆料 風波掃到大小S 指明他們在韓國 在夜店 在陽明山豪宅課藥 當時大概是跟光頭在一起 在一個飯店 課藥 我非常不想 我在台北 被范小軒 周俊偉的 在他們家裡面 還有大小S他們也是 被邀請 被說服 被硬塞 我不快樂 黃子嬌回憶 韓國醒的那一次 因為被人硬塞毒品 他很不快樂 還記得在那個浴室 光頭很大隻 他可以把我包進去 任何的地方 我就不得不吃 我不快樂 他們當然不止這兩次 甚至在飛碟對面那個夜店 裡面都在客 他們為什麼可以逃過這一切 面對黃子嬌的指正利利 大小S的經紀人回應 所有的不實言論 經紀公司都將採取法律途徑 而這也不免讓人聯想到 去年大S的前夫 汪小菲的母親張瀾 指控大小S天天吸毒 對此小S的臉書回應 西元西地 對於黃子嬌先生 在情緒不穩 而選擇資產前所做的吸毒 相關不實指控 深感遺憾 西元心臟不好 無法與不能接觸和使用毒品 由於黃子嬌的微博 擁有超過236萬粉絲 爆料後 瞬間衝上了熱搜榜第一名 擁有10億的閱讀量 17000條留言和50萬個讚 蓋過了當日 布林肯和習近平的世紀會晤 黃小菲的母親張瀾 直播時 嗨喊今天是個揚眉吐氣的好日子 大陸網友留言 沒想到今天娛樂圈 最開心的是張瀾 而身為同一群姐妹濤的阿雅 第一時間也發聲明澄清 本人柳漢雅從未以任何形式 使用違禁藥物 毒品 嚴守法律法規 TV別新聞蕭明正 陳向如綜合報導 旅法網紅在社群揭露十多年前 遭到主持一歌黃紫焦姓騷 當年她只有17歲 常被對方鼓勵創作 但某天黃紫焦跑去她的宿舍樓下 要她上車 沒問意願就突然吻了她 還聲稱喜歡她 後來接受了黃紫焦的誠懇道歉 沒想到有次到台中探班時 黃紫焦要自己到酒店找她 聲稱想要辦藝術展 於是被要求脫掉上衣提供拍照 不斷被說服這是藝術 當下流淚不止 對方還說你流淚的時候也很美 她說無數次責怪自己愚蠢 因為沒有證據 只能夠埋藏在心底 直呼黃紫焦絕非清流 而她發文以後 也開始收到其他受害者的私訊 另一名網友透露2013年時 黃紫焦找她拍展覽照主題為人魚 這名網友寫下被要求全裸頭髮遮臀部 另一個主題還要全裸的她與假人互動 甚至南方後來也脫衣服 假裝是假人 事後她被塞了兩千元 還有網友透露 過去有朋友也被黃紫焦約出去拍照 同樣在車上被親 而去黃紫焦家拍照時 叫她換上南方準備的比基尼 說是很美式的那種 面對外界猜疑黃紫焦隨後直播道歉 最對我愛的人跟我愛的人說抱歉 謝謝你們的信任 這幾天大家在群組講東講西的時候 我也是很矛盾 我也沒有 也沒有覺得很享受這一切七嘴八舌的 三姑六婆的 很棒 表示你們都是坦蕩蕩的人 不過拍攝未成年裸照 可能構成強制猥褻屬於非告訴奶論 監禁如果知道相關情勢 就要著手調查黃紫焦以往的正面形象 如今人設大崩塌 TVBS新聞張明如洪亭他報導 到底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黃紫焦遭暴騷擾之後 再自爆年輕時有陰影 導致現在的他心裡不健康 我在大概十歲的時候 我媽媽就出軌 因為那時候我很憐他 所以基本上他都是帶著我 我有點忘記是姓業的還是姓高的一個男人 然後開計程車的 讓黃紫焦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媽媽跟當時第三者的叔叔帶他出去玩 在飯店裡發生的往事 對他來說有多麼震驚 影片中還提到 因為在爸爸的房間裡看到一些影片 讓他後來哈日時接觸影片 長大進演藝圈之後也做了很多瑕士 黃紫焦也曾經在節目專訪中坦承過 國中時期的不懂事雖然都是過往 但人設崩壞在演藝圈大震盪 你任何不管是在言語上肢體上 你就要碰到有任何不舒服不妥的地方 都要大聲的說出來 所以現在有點問亂了 就是希望大家都保重 黃紫焦一連串的毀滅是爆料 恩師張小燕做出回應 表示年輕過錯知錯必改 努力這麼久終於有家庭有工作也要管好自己 努力讓自己成為更好的人 只是始終無法從自己母親的出軌陰影中走出來 拖著黃紫焦超過35年 也在這一瞬間幾乎拖垮她的演藝生涯 TVVision 張明如 陳建銘你第一台報道 黃紫焦一起紅色西裝 2012年主持節目緊跟在張小燕身旁 當時主持事業才重新站穩腳步 因為回顧出道超過30年 卻有好一段日子都被視為渣男 重創演藝事業 白頭賢老 永遠愛合 我們夫妻倆也借了這個機會 跟那個佼佼講一段話好了 就是很感謝你的祝福 時間回到一直96年 她和小燕子在某場戶外演出 因為批外套的舉動 彼此有了好感且交往 但2000年時被爆出曾寶怡介入感情 黃紫焦和徐佳撕破臉分手 也被貼上劈腿男的標籤 長達好幾年 直到2013年和孟耿如相識 兩人在2020年登記結婚 顧家愛情形象鮮明 如今被女網紅爆料有強吻強拍照的行為 其中一位受害者的時間點疑似 和孟耿如交往時間重疊 究竟在人生哪個階段犯下這些事 只有當事人最清楚 黃紫焦的形象崩毀 日前才接下國民法官活動 司法院第一時間切割 說將暫停和她的所有合作 同在演藝圈主持的麗金 被問到這事難以置信 什麼什麼什麼 怎麼會扯到大小S呢 你原諒要給人家一點時間去原諒你 你馬上就講發生了 然後講你們不原諒我 我覺得太快 黃紫焦送醫 麗金直呼這訊息量太大 難以接受 他認為人都有重新來過的機會 選擇傷害身體 似乎也枉顧家人 因為這個事情很可能 連環抱抱到你家庭會變得不好 因為如果我是老婆 我不會原諒 Sorry 對不起我說真的 大麻事件的時候 他其實是只有他一個 演藝圈只有他一個前輩 這樣一直關心我 秀出手上紫色香蕉刺青 謝何嫻想起自己身陷毒品風暴時 使黃紫焦不斷傳簡訊 鼓勵他才慢慢走出 念在這份恩情 他相信黃紫焦沒有過不去的看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下載TV